这一刻对于江西省余渡县公安局的刑警来说 他们已经苦苦等待了近一个月 所有的参战民警早已做好准备 期待今晚的行动能够一与成功 民警追踪的目标是一辆没有牌照的黑色摩托车 而这辆摩托车上的两名男子 就是警方今晚抓捕的犯罪嫌疑 6月16日江西余渡城区夜无降 忙碌一天的人们相继踏上了各自回家的路 晚上9点多钟 刚参加完朋友聚会的张女士 骑着电动摩托车行走在回家的路上 张女士没有察觉到 黑暗中有两双罪恶的眼睛已经盯上了她 此时没有任何防备意识的张女士 人不慌不忙的骑着电动摩托车 不知不觉间厄运正一步步的向她逼近 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懵了 在惊恐中看着两名犯罪嫌疑人扬城而去 张女士的手机钱包的随身物品都在被抢的背包里 因此她只能在路人的协助下向警方报案 由于犯罪嫌疑人在抢夺背包的时候速度极快 极易导致被抢的人从正在行事的摩托车上摔下 后果不堪设想 与此同时 明镜还在案件多发的路段设想 对过往的摩托车进行仔细的盘查 查找可疑人员及车辆 然而几天的排查 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员及车辆 看来警方的街头巡逻对犯罪嫌疑人构出了一定的威胁 几天来 于都县公安局没有接到过一起飞车抢夺案件的报警 让民警费解的是 两名在于都县城疯狂作案的犯罪嫌疑人 竟是两张赤 警察明 犯罪嫌疑人阿诚 1996年出生 今年19岁 犯罪嫌疑人阿辉 1995年出生 20岁 两人均为江西省于都厅地人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两个年轻人走上了飞车抢夺的犯罪之路 他们两个人 嫌广东的工资低 工作累 然后他们两个人回到于都县城 又没有固定的工作 原来阿诚和阿辉曾经到广东打工 因好意勿劳 贪图享受 两人离开广东回到家乡 最后将目光盯上了骑摩托车回家的女性身上 6月16日 两人一拍即合 走上了飞车抢夺的犯罪道路 晚上就出去转 然后他就在那里寻找目标 我就负负责骑好我的摩托车就行了 他就抢完 2015年8月5日上午10点 在江西省于都县公安局门前 当地群众见证了一次 由警方组织的现场归还 非常不平 我们 在